电梯里男人正在吐槽自己的女友 头里吐气倔得像牛 殊不知人群的最后面 女友就站在那里 所有人出去后 女友气得要抓狂了 该说老娘吐气 今天就洋气一回给你看看 女友转头来到了服装店 挑了一件非常性感的裙子 去餐厅赴约 她大步走向男人 疯了吗 你这是什么打扮 男人脱下西装想给女友披上 跟女友拒绝了 还说自己以前太古板了 以后都要按这种风格来穿 男人气了个半死 尤其当听见好友也夸赞女友 郁闷的喝了一大杯水 其实就在几天前 他们还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 身为财阀家的继承人 在人有着一副傲慢的性格 开会时最讨厌被打断 谁的手机响了就直接扔出去 与他相反的女人叫多贤 是一名不是无法的小学老师 他们原本不该有交集 直到这天 多贤带孩子们出外玩耍时 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名晕倒的老人 多贤怎么叫也没反应 只能亲自把老人送到医院 护士说老人可能是入宿者 多贤于心不忍 便当起了他的监护人 还帮忙缴纳了所有费用 老人醒来后很是感激 可多贤没有要他的钱 只是收下了一个苹果 此时的多贤还不知道 老人其实是个隐情富豪 回去后老人找来了自己的孙子 他要让孙子和多贤结婚 孙子坚决不答应 没想到他说 如果不结婚的话 继承人就换成别人 在人觉得爷爷一定被灌了迷魂汤 他不想和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结婚 爷爷听完后 退了一步 表示那就先交往一段时间再说 到时候不论结果如何 继承人都会是他的 在人已经答应了 他遵照爷爷给出的信息 来学校找到了多贤 刚见面就要求交往 多贤直接懵逼了 在人问他到底使了什么手段 把爷爷蛊惑成那样 多贤更无语了 直呼在人是自大黄 将他赶出了学校 出来后在人很生气 自己怎么说是个富三代 居然被一个没见过世面的 小学老师嘲讽了 这时律师在旁边提醒他 别忘了和爷爷的协议 在人觉得头都要大了 但为了继承集团 他还是再次来到学校 可老师说多贤下班了 在人开上车就要走 却正好看见了 回来拿东西的多贤 他按了一声喇叭 用自以为很帅的姿势下车 两人来到餐厅 没一会又吵了起来 多贤说自己对钱没兴趣 对在人更没兴趣 在人强调 一切都是爷爷安排的 打给爷爷对质 爷爷却不想帮他 还说让他想办法说服多贤 这也是任务之一 在人坐下来 谷口博星说了一大堆 没想到多贤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论是没答应他开除的条件 之后几天 在人不停的去找多贤 每次碰一笔子回不说 自己的耐心也快磨美了 可只要想起爷爷的话 他就知道自己绝对不能放弃 这天多贤正好来到了 公司楼下的餐厅 看着他和别人相亲 在人瞬间坐不住了 打发走眼前的妈妈 转身就走向多贤 还告诉相亲对象 他可是我未来老婆 最近弄了点小矛盾 所以才跑来这里赌气 相亲对象走了 在人却意犹未尽地吐槽 你这眼光也太差了 居然连我的脚后跟都比不上 多贤快要起疯了 他说自己真的不喜欢在人 也不会答应和他在一起 此时在人开出了更好的条件 只要名义上交往六个月 直接给三年的股份红利 多贤犹豫了三秒 不行还是不答应 在人被逼无奈 只能放绝招 扬言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闹到学校去 多贤无语了 生平第一次见这么奇葩的人 不过想到也不会损失什么 他还是妥协了 但有一个前提 在人要帮学校建一个图书室 最好再安一面大镜子 因为自己喜欢跳舞 在人全都答应了 并说还有什么其他要求 多贤说还有天上的星星 将放到实验室 不料在人却说 这星星有点难 但航天方面会认为 公司未来的项目 多贤彻底傻了 有钱人就是豪狠 出来后 多贤准备独自离开 突然一辆车开了过来 载人顺手一拉 当场来了个爱的抱抱 回到家 多贤犯起了花痴 不过不是对载人 而是对海报上的男明星 接着他又看了看手里的契约书 原来载人怕他反悔 专门立了一张恋爱契约 隔天去学校 多贤看见一辆新的校车 走进教学楼 图书室竟然也建好了 而且还有舞蹈室 多贤开心地跳了起来 连其他老师都说 真的太神奇了 一夜之间就有了这些 为了向载人表达感激 多贤按时来到约会地点 载人提议去看音乐会 多贤觉得枯燥 认为还是吃饭最合适 听他说想吃五花肉 载人直接让私人主厨做了一份 卖相是很不错 但根本没有大拍档里的氛围 多贤难以下咽地吃着 最后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渐渐男明星智秀 载人说会帮他安排 可看着他那一眼滑翅的样子 心里还浮现出几丝不爽 吃晚饭还是来到了音乐会 多贤不想下车 因为自己的打扮和这里隔隔不入 载人二话不说 解开安全带 可没想到 刚进去就碰见了记者 好不容易绕开大家 找到一个不起眼的位置 多贤坐着坐着居然睡着了 见他摇头晃脑的样子 载人无奈地把肩膀借了出去 可这时多贤又醒了 载人连忙捂住他的嘴 生怕他会叫出声来 害自己丢人现眼 结束后 载人在门口碰见了熟人 多贤失去的走开了 但女人还是看着他说 确定不是酒店的员工吗 怎么穿成那样 载人没理会 带着多贤离开了 路上多贤说 契约书里还少了一条内容 身体接触 载人简直无语了 要不是看在爷爷的份上 我才不愿意碰你 这时多贤的电话响了 原来妈妈又给他安排了相亲 载人抢过接了电话 一番直白的自我介绍后 还表示多贤现在不需要其他男人 自己会把他照顾好的 妈妈听完非常高兴 多贤却不淡定了 他希望载人不要这样没礼貌 载人耸肩一笑 谁让爷爷非得喜欢你 回家路上 多贤掏出了两枚钥匙面 他自己留了一个 给载人了一个 然而下车时却忘在车上 本以为回不去家了 没一回 载人居然反了回来 他故意举高 戏弄多贤 谁知一个不小心 多贤又扑进了他怀里 吃一两秒后 载人直接来了个蜻蜓点水 多贤的老脸立马红了 这小子竟然玩真的 最后他狠狠踩了载人一脚 头也不回地跑回了家 隔天 报纸上登出载人恋爱的消息 原来记者们还是拍到了 爷爷原本很生气 可当今说女方是多闲 立马360度转变 直呼要是能结婚就更好了 公司这边也炸开了锅 女助理说要找到那个女人 秘书以为她喜欢载人 结果她说是为了对方好 也免被载人的神经质折磨 说操操操操到 载人通知十分钟后开会 可十分钟后明明是午饭时间 真是把人当成拉木的驴了 另一边多闲也看到了新闻 他正在庆幸没有震脸照 却发现下面有一条评论 李在人和秀静分手了吗 多闲飞速查看了在人的恋爱史 这家伙竟然是个老手 演员歌手全部勾搭过 多闲打去电话质问 在人却把手机忘在桌子上 开完会拿起来一看 上面竟然有68个位阶 他急忙赶去见面 披头盖脸被骂了一顿 甚至还被踢了两脚 就在他搞不清状况的时候 突然发现桌子上有一束花 他吃醋的质问多闲 多闲故意不说 并且反江一军 提到了他的前女友们 在人解释说 网上的言论不能信 没想到多闲成圣追击 你不会真的有孩子吧 听说在美国养着呢 在人记得后槽牙都咬碎了 不过看着似乎已在吃醋的多闲 他立马开心的笑了 临走时还把花扔掉了 隔天闺蜜过来找多闲 他已经听说多闲恋爱了 但找遍家里的所有角落 连个男人的头发都没有发现 多闲无奈坦白了 听到在人名字的一瞬间 闺蜜的眼睛瞪得像童龄一样 他建议多闲赶紧同居 最好拴住他的脚 让他再也飞不出去 多闲听完无语了 看来这才是真朋友 多闲告解闺蜜不要告诉妈妈 闺蜜相当理解 因为自己刚刚也差点晕过去 最后闺蜜亲自送多闲约会 他们一起开了画展 其中有一幅母子的画 在人看见非常羡慕 原来他的父亲很早便去世了 母亲后来改嫁 建立新家庭 而他只能跟着大伯母 你一想叫他妈妈 多闲不知道在人在伤心什么 真想问两句 却碰见了闺蜜的哥哥善语 看见他们热情的打招呼 在人的促谈自有烦了 他故意搂过多闲的肩膀 向善语宣示着主权 可善语一眼就看出来 他们在一起没多久 而且还说 按多闲的性格 也不会是多闲主动的 在人非常不爽的 拉着多闲走了 他警告多闲注意合约内容 不允许和别的男人亲近 多闲感觉自己牵了脉生气 直到被来了个壁冬 才害怕的说 以后会注意的 回家时 多闲看见邻居们站在楼下 他上前询问怎么了 大姐说 旁边的楼里进了小偷 提醒多闲也要注意点 在人跟着多闲上楼了 这和自己的豪华别墅比起来 简直是贫民窟 为了确认房子的安全性 在人进去检查了一遍 接下来 又是一个不小心 爱情的小火花又查出来了 在人离开前吻了多闲 殊不知他走后 多闲像打了麻药一样 摊在地上 晚上在人告诉朋友 自己恋爱了 朋友问他 和多闲看过电影吗 买过花吗 一起手拉手走过吗 在人沉默了 朋友说 那就不算恋爱 更像是 完成爷爷交代的任务 在人嘟嘟嘴 觉得很有道理 他决定 先从每天打电话学起 可多闲一直在通话中 在人打了半个点 才打进去 多闲问他 有事吗 他说 要像别人二一样谈恋爱 还说 要一起看电影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动静 联想邻居们白天说过的话 多闲顿时不敢动了 在人站起来就要过去 但闺蜜却在门外说话了 多闲总算松了一口气 兴高采烈挂掉电话 拉着闺蜜 想起了恋爱事 第二天 朋友又来找在人 见他一副 好像学会了的样子 朋友非常好奇 多闲是个什么样的人 聊着聊着就进了电梯 而嘴硬的在人 竟然还说了胡话 这可气坏了后面的多闲 是必要在他的朋友面前展示一把 在人越想越气 干脆拉着他来到服装店 挑选一件保守的衣服 老板娘直呼 在人眼光太差 在人却觉得十分满意 拉起多闲的手就离开了店里 晚上大伯母来找了爷爷 他已经听说在人恋爱的事 原以为门当户对 爷爷却说 女方只是个普通人 在事业上帮不上在人 大伯母以为爷爷不想让在人进公司 故意找了个脱油瓶给他 但爷爷有自己的想法 他知道在人很固执 而多闲可能会改变他 此时多闲正在家里吃打鸡 他想起了在人今天说的话 我喜欢你的平凡 适当的图一点也没关系 想着想着多闲就笑了 闺蜜看见非常无奈 随后并给在人发去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多闲比白天还性感 桓布斯周眉人后 在人还忍不住放大看了看 隔天一早 他约多闲晚上七点去看电影 交代他喷得图一点就行 多闲看见开心的笑了 可这时在人的公司出现状况 秘书冲进来说 有人在楼里拦了炸弹 在人赶紧报警 并亲自排他监控 寻找可疑人员 因为事发突然 他忘记了和多闲的约会 多闲在电影院等了很久 旁边的情侣换了一搏又一搏 始终没见在人的出现 另一边 在人终于发现了炸弹 可打开一看 居然只是个玩偶 意识到被人争顾了 在人赶紧去电影院找多闲 可多闲已经离开了 并且对今天的约会很失望 在人敢去家里道歉 他简单解释了今天发生的事 但多闲听不进去 反问他 难道连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吗 这时 秘书又打来了电话 看见他这么忙 多闲赌气的上了楼 当晚 在人回到公司加班 天亮了才处理完手头的工作 给多闲打电话没人接 便开车去往他的住处 此时 在人已经三天两夜没合夜 多闲却不知道 一大早就跑去和别人逛街 而且手机还被摔坏了 在人就这样等了一天 为了不让自己睡着 他趴在地上不停的做运动 终于多闲回来了 他看见在人还是很生气 头也不回的要进屋 这下再人忍不了了 他问多闲 这一天都去了哪里 多闲说不用你管 你不是很忙吗 在人生气的说 当然很忙 我已经三天没睡觉了 多闲一听心软了 他们一起来到餐厅 在人详细解释了昨天的事 可知他差一点遭遇危险 不是故意爽约 多闲总算原谅了他 最后他们坐到一起 看见别的情侣都在牵手 在人也紧紧抓住了多闲的手 没一会他睡着了 看着那张疲惫的脸 多闲突然有些自责 他默默地给在人当枕头 直到所有人走光 在人的手机响了 多闲想帮忙挂断 却不小心惊醒了在人 感觉活过来的在人送多闲回家 多闲把他的手机设置成飞行 叮嘱他晚上睡个好觉 两人又溺完了好一会 第二天在人仿佛变了个人 不仅给大伯母买了礼物 还让组员们早点下班 组员们正高兴时 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医药公司的千金韩珠希 三年前两家原本打算联姻 韩珠希突然反悔 让在人损失了不少颜面 在人不想和他再有瓜葛 他却又一次提到联姻 说会帮在人坐上继承人的位置 以前的在人或许会答应 但现在有多闲了 他直截了当地拒绝 随后去找多闲约会 他们一起在公园坐着 多闲提议完伦华 没想到连战兜战不稳 需要在人一直在身后保护 休息时 多闲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在人听出来未来岳母想见他 可他刚想说话 多闲就说 别傻了 我们又不会真的结婚 在人听完非常郁闷 他知道多闲想着那份合约 和自己似乎投入了真感情 隔天多闲来到了在人公司楼下 看见一个小女孩和父母走丢了 多闲赶忙上去安慰 这时一位男士出现了 他带着多闲来到广播室 帮小女孩找到了妈妈 多闲非常感激 但他不知道的是 男人是在人的表弟 为了争夺继承人的位置 故意来接近他 表弟说 想请多闲吃饭 多闲拒绝了 因为今天是在人的生日 他专门借了闺蜜的店 给在人一个惊喜 看着看着 在人陷入了回忆 原来今天也是父亲的忌日 可忘了多闲开心的样子 他最终什么也没说 夜晚 在人把多闲送回家 他们约定好 明天一起出去玩 可到了第二天早上 多闲突然说临时有事 不能见面了 在人抱着手机迟疑了好一回 然后破天荒地丢下工作 直接跑了出去 电梯里在人又遇见韩珠希 直接还是不死心 表示想和在人重新开始 还说自己是家里的独生女 将来能帮在人的事业 更上一层楼 在人头也不回的走了 但是却激起了韩珠希的好声音 另一边多闲的妈妈来了 一番追问下 多闲交代了合约的事 妈妈问她是不是疯了 她却说就当完成工作 反正六个月就结束了 最后在人打来电话 听说未来岳母专门来看自己 她赶紧跑到多闲家 可多闲已经送走了妈妈 还说就现在的关系来看 不会结婚 见面也是徒尊烦恼 云淡风轻的样子 让在人没有一点办法 她开始频繁的找多闲约会 多闲却忙于工作 居然说周末的时候再见 在人索性来到学校 旁听起多闲给孩子们讲课 两人在学校另外了一天 直到晚上回去才发现 多闲的家里遭了小偷 为了她的安全着想 在人把她带回了自己家 看着宽敞石滑的公寓 在想象自己的租租屋 多闲忍不住感慨 有钱人真好啊 在人回房间换衣服 多闲一个人转了起来 转着转着就走到了 在人房间门口 看着在人健瘦的上半身 多闲老脸一红 修着跑开了 没一回 在人穿着便装下楼了 多闲还没缓过进来 在人又把她带到了房间里 多闲此时又装起了小白兔 就在她以为今晚要一起睡的时候 在人说自己还有工作 让她一个人先睡 多闲放心之余 还有点落寞 她去客厅拿了几瓶酒 结果喝着喝着就醉了 看见在人下楼 还爬到在人怀疑 主动急出了睡觉的想法 幸好在人没有趁人之危 第二天醒来 多闲努力回想昨晚的事 想起自己和在人说过的话 恨不得找个地方蹲进去 她跑到阳台透气 却发现外面有只小狗 她连忙爬出去救小狗 结果脚下一滑 抱着狗就摔了下去 多亏在人从楼下及时接住 要不就算死不了 也得缺半条腿 事后在人帮多闲处理了 被擦破皮的地方 但她自己也受伤了 想让多闲帮忙洗领带 洗了半天不如不细 接着在人来到公司 正要上电梯 韩珠希从身后抱住了她 在人实在不想搭理这个女人 偏偏她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直接挽住了在人的胳膊 去找多闲时 多闲看见了在人衣服上的粉 她靠近轻轻一闻 就知道是女人的味道 在人赶紧解释 自己什么也没做 可多闲却非常笃定的说 你又不是坐地铁上班 这个时间衣服上蹭上化妆品 肯定是有人从身后抱你了 上车时 多闲有意无意地看向在人的衣服 在人瞄动什么意思 立马脱下外套扔在一旁 路上多闲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试探 在人不愿意被误会 干脆把来龙去买都说了一遍 多闲总算松了一口气 因为在人家里什么都没有 他们一起逛超市 随后多闲还亲自下手 为在人做了一顿午饭 考虑到多闲住的地方不安全 在人拿出另一把钥匙 晚上多闲看着七月中日的日期 伤感起来 他知道现在有多甜蜜 分开的时候就有多难过 可哪有能怎么办呢 自己和在人相差太远了 为了能珍惜剩下的时间 在人也推掉了很多工作 他们来到酒吧见朋友 结果又遇见了韩主席 他亲切地喊着在人 并且没有要走的意思 多闲心里吃醋 却不好表现出来 他借口说去洗手间 哪知韩主席也跟了过来 他面不改色地说 我知道你在和在人交往 千万不要产生错觉 他不是真心的 多闲听完非都要欺诈了 可当他走出洗手间 韩主席正拉着在人的手 说要在在人的公司办一场战事会 多闲觉得自己又多余又生气 拿上包提前离开了 在人紧随其后 但不论他怎样吼 多闲就是扭过头不看他 无奈的在人只能来一波闭咚 没想到多闲还是不领情 回家后更是蒙给自己灌水 想压一压内心的火气 看见银友这么可爱 在人也摊牌了 他说不用在意韩主席 自己也不是随便和别人交往的男人 说完就扑向了多闲 果然恋爱中的女人就是好吼 但很快多闲家修好了 意识到都能住在一起了 多闲还有点小失望 为了确保安全性 在人给门上了双重保险 如果有人强行闯入 警局那边就会收到提醒 此外他还给多闲置办了新家具 尤其是私下墙上的海报 不准多闲再堵屋私人 夜晚他们各回各家 看着冷冷清清的房间 两人都有种说不出的落寞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就包起了电话周 在人邀请多闲来参加一个活动 多闲却撞见了他的鼓鼓 鼓鼓找准机会就嘲讽多闲 在人火急火燎的赶来 最后弄得很不愉快 午饭时在人提醒多闲 如果见到自己的表弟 不管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都要告诉自己 但他们都不知道的是 表弟已经和多闲见过面了 因为在人还有工作要忙 多闲一个人来了服装店 好巧不巧又遇见韩珠希 他酸溜溜的说 你们还没分手吗 看来在人喜欢吐气的女人 想多玩一段时间 多闲不想搭理坐下来试鞋 那只韩珠希又说 对在人而言 你就像一双不合脚的鞋 穿久了总会累的 多闲愣了一下 他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不想在韩珠希面前丢面子 嘴硬的说那要事实才知道 回去后多闲郁闷了一天 再人联系不上他 只能在楼下等着 终于看见多闲出来了 再人赶忙喷过去问 今天发生了什么 多闲不想说自己在吃醋 然而第二天闺蜜却打来电话 提醒他赶紧看一下新闻 多闲点开一看 竟然是再人要和韩珠希结婚的消息 这一下犹如晴天霹雳 彻底击碎了多闲的自尊心 同一时间 再人也看见了新闻 公司里炸开了锅 多闲也没有接听电话 再人气愤的找到韩珠希质问 韩珠希承认是自己放的假消息 接着又表示 好像喜欢上再人了 希望能跟他走到结婚 再人毫不留情的戳破 你不是喜欢我 而是喜欢圣贤集团 就像三年前一样 如果我不是继承人 你根本不会来找我 韩珠希还想解释 但再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现在只想和多闲解释清楚 多闲却不愿意听 还说大家不过是契约关系 如果他真的订婚 自己也可以接受 此时再人一个头两个大了 他一边要控制假新闻的流传 一边还要想着哄好多闲 然而令他意外的是 送多闲回来的人居然是表弟 原来多闲今天参加了一个活动 表弟则是赞助商 兄弟亚见面一副仇人的架势 多闲也也懵逼 直到听清男人的名字 才知道他就是赞人最讨厌的人 因为还在生赞人的气 多闲没有多问直接回家 赞人连续打了好几天电话 都被挂断 他趴在桌子上非常崩溃 这时女助理给他出了个主意 女人是需要哄的 于是他拿着鲜花和气球 连夜来到了多闲家楼下 果然有了几分成效 进屋后 赞人站在墙角 详细解释了来龙去脉 突然他又看到了墙上的海报 真要过去撕 却抱住了差点摔倒的多闲 经这么一爆 多闲也不再生气了 他提出想和爷爷见面 可当赞人去找爷爷时 爷爷据说 再过不久就是窗里纪念日 让多闲以赞人女伴的身份到场 另一边 韩主席约见了多闲 他再次炫耀起和赞人的关系 还说三年前他们就认识 差一点结婚 多闲特出手机打给了赞人 听说赞人要过来 韩主席赶忙要起声离开 这时多闲拉住了他 现在走的话 会让我感觉你想逃跑 随着赞人赶来 韩主席更加尴尬了 多闲让赞人自己选择 从两人之间带走一个 赞人毫不犹豫 坐在了多闲边上 韩主席脸都绿了 但他仍不打算放弃 窗里纪念日当天 多闲来坐赞人的女伴 媒体们都好奇 多闲是哪位富家千金 却没想到 他只是个普通人 因为和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 多闲特地找了个人少的地方 没一会 韩主席又来了 他嘲讽多闲上不了台面 如果是为了钱接近赞人 自己可以给他更多的钱 多闲不懈地笑了 多闲会怎么做了 他是那种愿意听别人安排的人吗 随着再人朋友出现 韩主席气急败坏地走了 重新回到大厅 多闲又遇见了再人的鼓鼓 鼓鼓鼓鼓旁人 扬言再人只是想利用多闲 一旦当上集团的继承人 就可以一脚踢开多闲 大伯母过来解围 同时也嘱咐再人 不要老围着一个人转 多去和其他人打打招呼 多闲坐在椅子上 有点落寞 他知道自己不适合这里 于是便借口说头疼 提前离开了 闺蜜拉着多闲去喝酒 多闲委屈地抱怨着 为什么和再人的差距那么大 趁他去洗手间的功夫 闺蜜拨通了再人的电话 没一会再人就来了 可多闲却已经喝多 闺蜜没有打扰他们的二人世界 直到第二天醒来 多闲才意识到 昨晚再人来过 而自己好像说了很多 莫名其妙的话 此时再人又来到门外 回想自己 总是在他面前喝多 多闲恨恨不得原地消失 简单地吃过早饭后 他们都去忙各自的工作 多闲一直加班到深夜 可就在他准备下班的时候 韩主席找人绑架了他 接着韩主席又打给表弟 直到表弟也想争夺继承人的位置 韩主席开出条件 如果他愿意帮助自己 家族的势力就会站到他那边 说完 韩主席拿出一张酒店房卡 原来他想毁掉多闲的清白 表弟正有欲识 再人去了学校 他找了一群都没有发现多闲 却在地上捡到了多闲的手机 预感不对后 再人立马派人查看学校的监控 而此时表弟已经来到酒店 看着昏迷不醒的多闲 他再一次陷入疑郁 最后他将电话打给了再人 再人连忙往过赶 看见多闲安然无恙地躺在床上 他心里总算松了一口气 当得知事情是韩主席怂恿的 再人既生气又担心 他将多闲带回了自己家 细心地照顾一夜后 多闲终于醒了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越来越清楚 自己和再人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 来到公司后 再人看见了等待已久的善语 原来善语从妹妹那里听说了 他们契约恋爱的事 因为喜欢多闲 同时也不想让多闲受伤 善语劝告再人 如果没有结果 就离多闲远一点 再人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必须要做点什么了 正当他准备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时 多闲出面阻止了他 同样身为女人 多闲知道 韩主席可能是真的爱他 所以劝他不要乱来 实在不行就用法律解决 面对如此善解人意的多闲 再人心里的喜欢又多了几分 他不放心多闲回家 可是当看见多闲洗完澡出来 眼珠子要掉出来不说 还不自觉地淹了淹口水 多闲尴尬地躲进卫生间 直到外面没了动静 才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 然而 却在他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再人又从身后冒出来 多闲警票的说话都结拔了 再人却觉得很可爱 二话不说就吻了上去 隔天 韩主席再次来到再人的公司 秘书说没有再人的许可 他不能随便出入这里 他赶忙找到再人道歉 光是想想那晚的情形 再人就恨不得杀了韩主席 所以不论他说什么 再人都不想搭理半分 韩主席找再人的朋友帮忙 朋友也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 于是便让他去找多闲道歉 说着说着再人也来了 误以为多闲又被找麻烦 但二话不说就赶走了韩主席 此刻多闲心里五味杂陈 身份和地位上的悬殊 让他觉得幸福只是散实的 距离七月日期没剩几天了 大伯母来学校找多闲 先是询问他的身体状况 对之前的事表达歉意 然后说把再人事围挤出 期盼他能坐稳继承人的位置 多闲听出了言外之意 他说自己没有结婚的奢求 期限一到就会离开再人 大伯母放心离开了 回到家的多闲却很难过 他想在分别前保留一些美好回忆 于是便约再人出来 一起去海边散步 蓝蓝的天空下 他们看上去是那样合拍 为了满足多闲的心愿 原本爱干净的再人 此刻也脱掉鞋 陪他在海边嬉笑打闹 和咖啡时 再人拿出了准备好的项链 他说想陪多闲去看更多的风景 悬然不知爷爷晕倒了 等待他的将是残酷的选择 晚上再人把多闲送到家门口 两人注视着彼此舍不得分开 最后是多闲主动开口的 他说很开心能遇见再人 还好自己足够理智 不然就真的被他迷倒了 再人没想到分比来的这么快 他上前拥抱了多闲 虽然知道分开会难过 但肩上还有家人的期望 他们强忍着泪水说再见 而回去的路上 再人却接到了家人的电话 他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看着刚刚脱险的爷爷 心里也更加清楚 家族的重担落在了自己身上 当晚 骆行哭成了泪人 再人不能去安慰他 只能翻看着以往的照片 之后的日子里 再人掌管了公司 他奔波于大大小小的应酬 脸上却没有一点笑容 朋友劝他不要为难自己 可他却说 自己身边全都是记者 只要做点什么 他们就会蜂拥而至 时间久了 多闲会受不了的 另一边 多闲也在悲伤度人 看着电视上载人的新闻 心里一阵酸涩 回到家 更是晕了过去 闺蜜来时看见了这一幕 他非常心疼多闲 但他不知道的是 载人也在病床前哭泣 他后悔 最开始没听爷爷的话 错过了多闲 又希望自己是对的 毕竟多闲想要的安稳和陪伴 是他给不了的 两个彼此相爱的人 就这样折磨着自己 闺蜜想找载人问清楚 但是却看见他身边 跟着一个年轻女孩 闺蜜替多闲抱不平 并提到了他晕倒的事 载人刚想解释 身边是自己的表妹 闺蜜却气冲冲地走了 当晚载人来到了熟悉的地方 他很想上去看看多闲 可他心里清楚 这样做只会增加彼此的痛苦 等到多闲出来透气时 载人已经离开了 医院里爷爷终于醒了 载人担心他的身体 把更多时间放在了工作上 大伯母再次安排相亲 并说刚刚去过载人那里 发现病箱里什么也没有 载人想起了曾经的幸福时光 多闲总会帮他把冰箱填满 拿着他校班喝下午茶 想着想着 载人就来到了学校 他徘徊了很久 最终却还是离开了 朋友说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可载人的大部分时间 都被过去的记忆缠绕着 这天陪表妹去买衣服 多闲正好看见了他们 两人手挽着手有说有笑 多闲心里一阵苦涩 回到家 看着和载人的纪念品 他悲伤地说 早知道这么痛苦 就不保留美好的回忆了 为了要自己的生活 也能丰富起来 多闲给自己找了很多事 考驾照 学英语 打扫卫生 还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吃饭 时间就这样被填满了 可闺蜜却很担心 多闲连不喜欢的一面都吃了 说明他只是表面很好 内心还是很难过 这时多闲又抱着一堆衣服走来 他嘴上说很喜欢这些衣服 却连是都没事直接带回了家 他拿出手机 想查查在人的境况 输入名字后 又觉得不该这样做 突然妈妈打来电话 再次给他安排了相亲 他没有拒绝 并且心里还期盼着 自己能喜欢上别人 另一边在人也靠喝酒度日 冰箱里有很多啤酒 他唯独选了多闲爱喝的 外面开始下雨 两个思念彼此的人 就这样待坐了一整晚 隔天相亲对象约出了多闲 多闲的心思完全不在他身上 简单聊了几句后 便说身体不舒服 先走了 恰巧在人也出现在这里 他们四目相对 却没有说一句话 多闲趁着伞来到公交站台 这次他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而办公室里的载人 也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看着手机上多闲的电话 载人犹豫了好一回 却还是没有勇气 不久后 多闲再次来到餐厅 载人默默看着他相亲 连表弟都看不下去了 随后便找到多闲的闺蜜 想和他一起帮助两人和好 闺蜜这才知道 上次误会了载人 可怎么样让他们和好 又变成了世纪难题 开会时载人心不在焉 他没忍住去找了多闲 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怎么样喜欢你的相亲对象吗 多闲且知道他是个好人 我也的确该好好交往了 再人不想听这些口是心非的话 他给多闲两个选择 要么永不联系 要么重新开始 但因为是公众人物 不能再去学校上课 身边也会围绕着保安和记者 多闲质疑了好一口 还是拒绝了 他不想因为爱情 就放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而这也成为他们之间最大的阻碍 想要在一起 必须有一个人做出让步 或许是猜到了多闲的想法 再人第二天又跑来学校 他先是解释了和表妹的关系 然后把多闲带到河边 告诉他自己想通了 即便放弃一切 也要和多闲结婚 多闲此时已经说不出话 他哭诉着这些天的委屈和思念 并决定不管发生什么 都会和再人一起面对 第二天再人找到了大伯母 大伯母以为他是来说股东大会的 没想到他说自己不能放弃多闲 如果得不到家里的支持 请愿后半生一个人过 大伯母心软了 最后再人又把多闲带回了家 因为要见爷爷 多闲表现得很紧张 但爷爷定没有为难他 反而说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原来爷爷是想给再人一个考验 但不光支持他们在一起 还说要把资产都转给多闲 一年以后被再人欺负 多闲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他也带着再人聚见父母 结果迎来了两机反转 考虑到家庭和身份的悬殊 爸爸妈妈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甚至直接赶走了再人 之后的日子里 再人频繁去家里拜访 却被拒之门外 渐渐的邻居们知道了 他是多闲的男友 爸爸妈妈只好让他进来 而他也诚恳的来到他们面前 表示之前和多闲分开过一段时间 因为太痛苦了 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爸爸说那就用男人的方式来解决吧 没一回多闲赶来了 再人摇摇晃晃的从屋里出来 原来所谓男人的方式 就是喝酒一较高下 再人赢了 高兴地告诉多闲可以结婚了 随着求婚仪式完成 多闲提议去加拿大办婚礼 他知道再人的妈妈在那里 希望母子俩能通过婚礼见一面 再人心里满满的感动 婚礼顺利举行 他们从情侣变成了真正的夫妻 每当再人忙于工作时 多闲就去学习 给他准备要吃个午饭 一天下来 再人都感觉不到疲惫了 他们经常出席一些活动 面对围观的群众和记者 多闲得心应手 连带着公司股价都上涨 然而这天 他的身体却出了问题 再人联邦带他到医院检查 却被告知怀孕了 或许这才是爱情的完美结局 百分之一的特别 可以变成百分之九十九的幸运 生命中偶然遇见的一些人 既教会我们成长 也教会我们珍惜